我们看Sell Practice 3.1B Table below shows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personal accident insured offered by Sherry Guard Insurance RST 然后它在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保100,000 for accident 200,000 for那个你不能做工 然后残费150这样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有分成Class 1的300多块 Class 3的1000多块 OK 所以Class 1,Class 2的保费 就是说它一年要给的保费 会比Class 3少好多 然后Class 1,Class 2是什么呢 Class 1是occupation in low-risk industry and in office 然后Class 2呢 是occupation involving non-manual work with semi-hazardous industry 然后Class 3呢 是occupation involving manual work and use of tools or machinery So在这一边 它问 In your opinion What make the premium for Class 3 occupation higher than Class 1 and Class 2 So the risk of being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for occupation in Class 3 is higher than Class 1 and Class 2 So它的风险比较高 所以它要给的保费会比较高 然后简单的来讲 就是Class 3是属于那种需要操纵机器的啊 So他们那个机器如果你的不小心你的手绞进去 然后你就残废了 这样保险公司就是要赔了 你在office那边不可能你复印一下子 啊然后你的那个手被烧到那样嘛 是所以你的风险会比较低的嘛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有找了 我有上网去找了 这一个是中国的一间保险公司的啦 OK 我有尝试找过马来西亚的保险公司的 然后可是我找不到啦 OK 他在这一边呢 他就想 本保险仅城堡属于以下职业类别范畴的被保险人 职业类别1、2、3 Class 1、Class 2、Class 3咯 行政文员 然后会计师啊 顾问啊 文员啊 医生 然后室内工作为主 然后可是他也有涉及室外工作 或偶尔涉及轻体力劳动者 像美容师啊 不使用工具啊 你看要不使用工具啊 跟机械的 那个土木工程师 OK 然后还有销售人员 然后三种呢 涉及轻体力劳动 或涉及使用工具或轻型机械 然后除了木材加工机器啊 OK 的劳动者 企业小车 司机 厨房工作 工人 这一个是水Class 3的 然后 呃 如果 你 你 然后他这边他下面还有写哦 他这边写什么呢 他说部分除外occupation 就是说这一些有写到的他都不保 这一些你是做这种工作的人哦 他都不不给你买他的保险 你买了他都不赔 OK 呃 因为他已经写了 然后他想部分为什么呢 还有一些没有写到的 他也是不保的 那些都是水高风险的你看像军事人员呐 保安呐 然后消防人员呐 战地的记者啊 然后船员呐潜水员呐捕鱼呐 从事采矿呐油业啊 然后这一些什么工什么工什么工都有用到机器的这些他全部都不要包 然后那个什么呃空空姐啊 然后飞机师啊职业运动员啊武打或特技演员啊 他要另外买的可以买的但是要另外买的然后特别贵的 但是成龙呢 他也他他那些明星他们都有买他们的那个保险买到很贵的 有些明星他讲我就是靠脸吃饭 然后他就有买保险来保他的脸 然后还有那种钢琴师我就是靠手吃饭 然后他买保险保守 啊然后成龙呢就天天拍那种很危险的戏对不对 他就有买那个呃很贵的保险 可是自从他拍了某一出戏之后呢 所有整个香港的所有保险公司都不要接受他的保险 那出戏是什么戏我忘记掉了 但是我记得是在很高的一个楼 然后他呢外面的那个这样 屋顶那边这样滑下去的那个有有记得那个 啊在新年那种啊 他拍了那出戏之后没有任何一间保险公司要收他的保单 他就直接不要我不要你的我不要我不要保你 这样ok 所以呃这些风险都很大了 然后你要他保的话呢 他就会要很高的保费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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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